大家好,我是雪良 众所期待的七龙珠G-SHOCK终于上市了 开卖第一天,想先为大家开箱一下 首先它的外盒橘色来自龙珠的配色 也是主角孙悠空道服的颜色 盒子后面可以看到相关的认证标章 打开表盒,夹层之中第一个看到的是它的保卡 再来是厚厚的一本使用说明书 接着当然就是G-SHOCK经典的原型便当盒 这一次设计的蛮有趣的 中央是悟空第一次拿到的四星球 然后其他六颗和两颗G龙珠环绕成一圈 九星连珠就可以召唤出传说中的G-SHOCK 各位脑中是不是和我一样 想起了黑恰拉的主题曲了呢? 这款七龙珠G-SHOCK和之前的海贼王G-SHOCK一样 都是以GA110为蓝本 50.5毫米的超大表径 3D立体表盘 表壳和表带采用非常亮眼的橘色主基调 并且黑色的漫画线条描绘出主角 孙悟空不断变身进化的各个阶段 表圈四周就像是变身成超级赛亚人一般 从表盘中心向外爆发出闪电火花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设计有一点过于花俏 可能是因为它的线条太具象 感觉上就有一点卡通了 但对于七龙珠的爱好者来说 也许具象化的符号或者图案 更能重现动画中的感觉 这一点完全是看个人的感受 表带从上往下看 可以看到孙悟空的一般形态 超级赛亚人 超级赛亚人3等四种形态 不过第四种形态只有单色的头像 看不出是什么造型 也许是最新的影法族自在升级一把 如果把表带横着看 则可以看到黑底橘质的 Dragon Ball龙珠logo 横看成岭彻成风 各有不同的趣味 它的立体表盘 采用数位和指针双弦的方式 虽然说资讯很多 阅读起来还是蛮容易的 3点钟位置的支架上 有一个金底红字的Z logo 9点钟的小表盘中央 则有象征悟空的四星球 细节之中还是有不少小惊喜 至于说它的功能操作 主要是以表壳8点钟位置的按键来切换 按压第一段是计时码表功能 启动停止按键在4点钟 当计时码表停止时 9点钟位置的龙珠小表盘 可以记录到千分之一秒 归零按键则是在10点钟位置 功能切换到第二段是倒数计时码表 操作方式和计时码表一样 第三段是世界时区功能 可以显示世界29个时区 第四段是闹铃设定功能 最后再按一下又回到主要时间显示 按一下2点钟位置的按键 就可以开启LED夜光显示 有点像是龙珠发光的感觉 亮灯的时间可以设定为1.5秒或者3秒 最后帮它量一下身高体重 它的直径50.5毫米 厚度15毫米 上下表耳的距离大概是56毫米 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大 但整体的重量不过就是70克多一点点 它的底盖上刻有Dragon Ball Z字样 防水200米 电池的续航力大概是两年 时间到了记得要换电池 以上就是G-SHOCK七龙珠联名表的简单介绍 它的定价台币7300 虽然说没有限量 但就只会生产这么一次 之后也不会再犯 对于忠实的七龙珠粉丝来说 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至于说它会不会像之前的海贼王一样 一推出就身价飙涨呢 那就看粉丝们的爱有多少了